在今天稍早我们有报道了以哈战士一整年的情况 而现在呢他跟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彼此牵动 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的坚定立场 在一年来遭到很多选民反弹 因此民主党流失了许多同情巴勒斯坦的选票 现在民调显示犹太裔的选民 6成5是支持贺锦丽 3成4支持川普 而身为前总统的川普对这个结果感到不平 他认为自己的任内对以色列也极为友好 希望争取百分之百犹太裔选票 以色列遭哈马斯突袭事件满周年 全球各地都举行纪念仪式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前往耶路撒冷的纪念碑 悼念罹难者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点燃烛光哀悼 他也承诺会在剩下105天的任期 持续推动停火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 也与夫婿在关底 种下了一棵石榴树作纪念 石榴树在犹太世界中象征希望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则是在纽约参加纪念仪式 以哈战争不止让中东情势陷入危机 同时也让美国政治和社会陷入分歧 连带牵动总统大选选情 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引发民众反弹 民主党也流失不少同情巴勒斯坦民众的选票 拜登对纳坦雅胡不愿停火 据传两人已经有七个星期没有对话 但尽管如此 美国人持续提供以色列武器和精元 其中很大部分的原因恐怕是选举考量 怕得罪了美国犹太裔选民 民调显示 犹太裔选民有65%支持贺锦丽 34%支持川普 川普对这个结果感到纷纷不平 美国阿拉伯义的选民也施压贺锦丽与拜登政策切割 呼吁对以色列禁运武器并促成停火 否则就不再支持民主党 贺锦丽接受60分钟专访 她强调支持以色列捍卫国家安全 但被问到纳坦雅胡是否是美国亲密盟友时 贺锦丽闪避了问题 按照惯例 美国总统候选人会在选前一个月 接受CBS老牌新闻节目60分钟的专访 川普2020年竞选总统时 因为招架不住主持人的提问 气得直接离开 这次她也拒绝再上节目 除了中东政策 经济政策也是贺锦丽和川普的攻防焦点 根据一家监督政府财政的组织估算 贺锦丽端出的经济牛肉 最高会让美国负债8兆美元 川普的经济政策最高可达15兆 贺锦丽也在电视专访中被问到如何为政策 在乌克兰问题上贺锦丽表示 若当选他不会和俄罗斯总统普钦 面对面坐下来谈 TVBS新闻综合报道